在马太福音第二章 有一个害怕的男人 不安的男人 就是希律 希律王 他的臭命就怨霸 读圣经的人 或者不读圣经的人 都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 有一个叫希律的皇帝 他不是好人 他是一个坏的角色 是一个坏的 各位朋友 当我们读圣诞故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希律是一个坏人 但我们不妨用另一个角度 去探讨一下希律的来生世界 圣经金记载王第二章 马太福音 当希律王的时候 最后耶稣生在犹太的百地行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声 突来拜他 希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 俠城的人 也到不安 希律他已经在皇宫里面 就用了很多的财富 手上有权力 他为何会不安呢 为何会是一个小孩的降生 而不安呢 我们暂且将自己代入希律王 不要当自己是一个奸人 不要当自己是一个坏蛋 你会有很多的权力 或者财富 或者所拥有的东西 在你的身边 但是你很多时候 会因一些小小的事情 一个消息 就好像希律王 这几个从外面来的外人 博士 告诉他 有一个新生的皇 诞生了 他就这么害怕 你呢 你为何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呢 就是 有些小的事情 一些消息 令你不安乐 你又不舒服 为什么呢 你的安全感在哪里呢 很明显 希律王的安全感 不是因为他有他的权势 他的皇宫 他的地位 他的身份 这些给不到他的安全感 什么给到你有真正的安全感 你的安全的地带在哪里呢 希律王最安全的地带 就是他的皇宫 他竟然在那里 他的不安就暴露了出来 所以各位朋友 在圣诞节的时候 遇向我们去 在神的面前 或者自己 看看自己的生命里面 到底你的不安 是因为你没有这样没有那样 而造成的 或者有时候 因为你拥有太多 好像希律那样 而令你 少少的事情 就不安 为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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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